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這裡是看到鄭麗松 就是在拿那個照片的時候 我想說欸 那不就是陳和平嗎 這是誰 然後想說 那不就是陳和平嗎 好 開玩笑 開玩笑 沒事 陳和平有什麼話要說嗎 有什麼要解釋嗎 我也不知道 都已經是鄭麗松了 我演這個麗松的齒齒 因為他其實有不同樣的自體表現 好 好 那我們直接進階到了喪屍 這是什麼 這麼揣摩 喪屍的自體表現 欸我記得 那時候碰 我們有聊到好像有設計幾個 動物 幾種動物在裡面 不是設定貓 然後 是不是 北宋做羊貓頭 笑一下笑一下 對 我覺得 你要開一個肢體表演 要 就身體 他可以先 這樣子 我想直接問楚音 你怎麼揣摩這個 沒禮貌的角色 是不是本色演出還是 然後可以預告一下 烏龍派出所後面有什麼爆笑的心分 我想直接問楚音 你怎麼揣摩這個沒禮貌的角色 是不是本色演出還是 所以花了很長的時間 努力的去揣摩 但重點是 我原本真的以為我是要演 那個烏龍派出所裡面的 例子 沒想到是 那個兩金勘集 所以也算是我本色 不是本色演出 就是 不想多睡 也是我就是 花了很大的心力 然後去完成 然後我覺得陳楚音其實很可愛 因為她是一個 直來直往的女生 然後通常我們會說是直男嘛 就是很多說什麼 她是一個直男 但我覺得陳楚音就是代表一個直女 所以我覺得 有這樣很特別的一個演出 就是大家盡情期待 信華從CPR施術者變成被動 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互相討教的技術 沒有因為我疫情裡面 有在幫別人CPR 你看到他們問我說 為什麼不良不變 被CPR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但是其實兩種很不一樣 我在疫情裡面的CPR 專業在醫院實習 那他不會有口對口呼吸急救 口對口的可能要問 就是戴帽子那一個 跟就是 現在臉有點紅紅的那一個 你說我嗎 其實我們應該是部戲 然後就是 真的有去 請那個救護人員 然後教導我們 就是有沒有做正確的CPR 你那時候有吃什麼東西嗎 在做吃的 什麼意思 你感覺到 你猜猜看我吃了什麼啊 我覺得你有吃口香糖 那你想演示什麼 就是一些晚餐的便當 欸我其實一直很想分享 就是我前幾天在發那個照片啊 然後有一張照片是我們兩個一起在刷牙 就是我跟鄭鏡華 就是我們都是 你說在那個旁邊那個公共廁所 就是在演一些文戲或是 雖然我們這個是 原本是CP 那邊CPR的一個過程 就是 我們想說尊重對方 然後他們兩個 就很 就是我們都沒有Cue好 但是我們就想說 嗯我們是 專業的演員 我們就是要這樣口齒清新的 跟對方演文戲 說要帶回家紀念 後來有帶回家嗎 欸 送一話你拿 鄭麗松的特化皮 然後上面有點點 欸怎麼有人知道啊 因為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講欸 沒關係這個可以爆雷 這個可以爆雷 他說 他們說花絮有啦 這 這不是爆不爆雷的問題 這是 是我個人隱私的問題 怎麼會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呢 那你問鄭莉松怎麼會講 沒有啦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這部戲真的花了很多的 就是很用心 然後做很多特效 然後也做很多特化 完了你消音了 懂啦 對阿 我說我也是這樣做 對 就是 是這樣子喔? 是這樣子喔?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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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嗎? 有聽到 那你們懂了吧? 你們真的有沒有聽到? 我剛剛斷訓了嗎? 我們下一題了 下一題 所以是只有我沒有聽到嗎? 是我的問題